中油林园新三清正式运转到现在 已经有多次跳车冒黑烟的情况了 昨天厂内的燃烧塔是再度冒出了巨大的火柱和浓烟 里长跟居民都赶到了工厂门口来表达不满 中油坦诚是因为压缩机跳车 必须要用燃烧塔烧掉半成品 但是这一烧就是两个多小时 中油被开罚了一百万元 几十公尺的火柱从中油林园新三清场的燃烧塔串出 还伴随浓浓黑烟 连几公里外都看得到 附近居民也都感受到熊熊热气不断袭来 居民觉得巨大火柱很可怕 中油则表示因为早上十点三十五分左右压缩机跳车 必须把产线内的半成品燃烧排出并不会有危险 但燃烧塔排放大量黑烟超过两小时 航宝局进场击查以后决定开罚 由于中油新三清从二零一四年运转以来 已经不是第一次跳车 今年更有四次 居民质疑新三清施工品质有问题 通报局表示会在针对各个生产环节做机查 也会请老检柱进场了解相关设备和系统问题 居民则希望市府勒令中油停工全面检查 记者王界村许任俊高雄报道